我們今次看羅馬書8章35到39節 這是非常好的一段經文 我們一起讀一讀 常常使我們如今的愛格絕 難道是患難嗎?是困苦嗎?是逼迫嗎?是飢餓嗎? 是戚身動體嗎?是危險嗎?是刀劍嗎? 如經上所記 我們為你的緣故終日被殺 人看我們如將載的羊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 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性有餘了 因為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事 是掌權的是有能的是現在的事 是將來的事是高處的是低處的 是別的受造之物 都不留叫我們與神的愛格絕 者愛是在我們的主基督耶穌女的 好 這段經文說到我們神的愛是永不能格絕 沒有一樣是難阻的 是永遠與我們一起的 我們由三節開始看 例如是瑞能 其實這個也是之前 好像寶萊之前所問的 瑞能控告 你所選的 瑞能定他們的罪 都是一個切問來的 即是他不是期望你去答 而是有誰能夠 根本沒有人能夠做得到的 沒有人能夠叫我們與基督可以隔絕的 而裡面是有分類的 其實他講到那些困難 那些問題很多條 所以我就沒有再叫你們去想 大家要看一看那些 那麼多東西 可以怎樣分類 其實這個 每一個人可能不同的 分類的看法可能不同 你看一下這個內容裡面 分類 可以分成什麼類面 我們看一看 患難 困難 困難 多些指外面的 外面的困難 麻煩 困苦指內心的痛苦 是迫白 飢餓戚身露體 危險刀劍 這裡的類別 似乎有很多都是人和困難 人和困難 即是我們人都會遇到人的問題 會遇到困難 那就是 迫白 人對我們的迫白 這都是人的困難 然後就帶來我們本身的問題 即是我們會 因為這些迫白 原故而飢餓 赤身露體 令人會傷害我們 有危險 有刀劍 這樣 然後接著 36節 保羅就講到 我們 如經常所記 我們為你的緣故 中日被殺 就是講到基督徒被迫白 在《舊夜聖經》已經預言了 就是我們如章宰的羊 好像 這裡就是 中日被殺 由人看我們如章宰的羊 這兩句說話 一個是行動 一個是看法 一個是行動 誰是行動 誰是看法 第一個是行動 第二個是看法 即是你將裡面的重點字 將它去找 看法 去看我們如章宰的羊 即是怎樣養呢 譬如你現在養羊 就將它去湯 那你看那些羊 要張宰 就會怎樣看法 即是他們都準備一隻一隻 去殺 所以當時來說 有些人就看他們 就是如章宰的羊 一個個去殺 去追殺 所以他們就中日被人追殺 那由三十七節呢 靠著愛我們的主 做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勝又完了 那這裡說到呢 就是說 靠著耶穌基督 我們可以得勝 那這裡 我們看重點字 靠 咦靠 有什麼重點字呢 愛 愛我們的主 一切 所有的事上 得勝 有餘 OK 靠著 即是為什麼呢 倚靠著 即是說它是有能力的 倚靠著 其實信心 我很多時候都會用信靠那一字 為什麼呢 信有些人說 譬如你信不信有英國 我們會信 但是我們不會信靠謙說 是不是 我們信有個英國 有些人信耶穌就是這樣 就是我信有個耶穌 但是這個不是信靠 所以我們信耶穌一定是信靠的 信靠祂 倚靠祂 倚靠祂 而這個主是怎樣的主 是愛我們的主 即祂是關心我們的 祂體重我們的 然後呢 在多少事上 得勝呢 在一切的事上 而得勝是怎樣的 得勝有餘 那什麼叫得勝呢 得勝是怎樣的呢 得勝就是不會被打敗 我們生命會發揮 做到神上我們做的事 我們勝過罪惡 勝過魔鬼的權勢 能夠整個生命被發揮 我們想回上面 譬如說到誰能使我 與基督無愛隔絕 而我們能夠得勝有餘 其實我們周圍看到基督徒 是得勝的 多不多呢 即是得勝有餘 我靠著耶穌 別人逼我也好 再轉去另一個位置 又可以它完了才做 遲些做就行 即是說很多人都是被困難影響 很多時候被困難 人的迫害 人的壓迫影響 雖然很多人就不能得勝 但是普羅他經歷過這些所有困難 他是深信他自己能夠 即是靠著耶穌 他就能夠得勝有餘 這些一切都影響不到他的 好了 接著三十八節 他又講到一些另外的東西 有什麼類別呢 是死、是生、是天事、是掌權 有能、現在、是將來、是 高處、低處、別的壽造之物 這些是什麼類別呢 幾個不同類別的 這裡 大家想到他可以出聲 有什麼類別呢 有靈界 是的 有靈界 哪裏是靈界 天事、掌權 除了靈界還有什麼呢 時間 什麼時間呢 現在和將來的事 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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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處 低處 還有 生和死 生和死 屬於什麼領域 人生和死 死 生命 或者生命 死亡 因為這件事是最難的 在普通人來說是最困難 最害怕的 有些人 你一提 一提 病 死亡 一提已經不行了 有些人 很怕很怕 任何事情 一點點牽涉到這些 是不敢提的 還有呢 在語言上也是 你發覺很多人不用過死字 他用走了 英文都是用pass away 當時我在讀院目課程的時候 我們的老師教我們 pass away 其實不是真的形容這件事 你是面對死亡 但他不是叫我們一定這樣做 不過他說我們首先 我們自己要搞定 不是一定要用一些字眼 去逃避這種事實 是真的死亡 他就告訴我們 不用怕用這個字 但中國人是很怕用這個字 避免的字 當然我們和不信的人 我們都要小心 得信的人 你和不信的人 一提的死字是不行的 他們會很大反應的 我們為了 呼音的緣故 為了不要影響他們 我們就和他們 不提這個死字 但我們基督徒之間 如果成熟的 是不需要害怕的 不過是否基督徒 每個人都不怕死 其實不是的 有些人都很怕死 很怕 其實我們遲早都會死 但其實那些人 曾經死過後來 救回來 或者他自己 神給的機會回來 他們都說 死一點都不恐怖 是一點都不恐怖 因為死了 他跟著去天堂 是非常之開心的 OK 好了 別的受得知 屬於什麼領域呢 在神所創造的萬物之中 這個別的受得知 包括什麼呢 天地海 人以外 人以外 別的受造之物 被造的 可以包括天時 還有呢 人以外 別的受造之物 動物 動物 對 不要因為天使 或者動物 還有呢 那些都是動物 還有什麼呢 有些人說 這是紫外太空人 不過呢 我在下面有個經文 波羅西書一章十六節 在第六個要點那裏 我們一起讀 有個括號在裏 一起讀 因為萬有都是靠他做的 無論是天上的地上的 能看見的 不能看見的 或是有為的 主治的 執政的 掌權的 一概都是植入他做的 又是為他做的 這裏說到 所有一切 什麼事都好 天上地上 什麼事都好 是怎樣做成的 這個他 是誰 耶穌基督 是 耶穌基督 是和他有什麼關係 萬物和他有什麼關係 是藉著耶穌做 即是怎樣呢 是耶穌做他出來 接著下一句 更加重要的是什麼 為他做 為他做 為了他而做 為了他而做 即是怎樣呢 即為了他而做 即是怎樣呢 沒有他做不到 還有什麼呢 按他的意思 按他的意思 OK 還有更多 譬如有些人說 有些外太空人 根本不會懂聖經 不會懂神 外太空人 那些人和神無關 但由這個聖經 可以怎樣 外太空人 其實不是堂落天使 因為 好像聖經有講 那些堂落天使 是在第二重邊 OK 先講這件事 我們看完這經文 哥羅西書一章十六節 為他做的 為他做的 即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為了他而做 為了他而做 即是說他會和他有什麼呢 有關係的 即是如果有外太空人 他們是會和神有關係的 如果是有的話 不過 是否有呢 這根本是很容易問的 有人問 會不會是 墮禄的天使呢 因為天使是靈體來的 如果外太空人是物質的 就不是靈體 就不是天使 到底是否真的有外太空人 有些人就說到刺層層 但也有些人會說 他裏面的證據是很質疑的 不過到現在為止 我們是沒有實質的 即是譬如外太空站著 跟你說話 或者真的有些外太空來的訊息 跟我們溝通 即是沒有實質的 全部都是說 我看到什麼飛行 有什麼大事發生 但那些是完全沒有留下任何跡象 所以在我來說 我就覺得 我沒有肯定證據 我不會當它是存在 或者有 如果有也好 他們是應該認識神的 但聖經又說到 耶穌是為基督徒而死的 但那些外太空人 他們是否沒有墮落過 是否有另外的兒女 即是神的兒女 聖經就沒有說到 所以 即是說有一種 如果它是低等生物 譬如如雨或者外太空有些生物 但如果它有智慧 即是好像我們這樣 有智慧的 應該它是會認識神的 所以我自己來說 我的傾向是覺得是沒有外太空人 即是覺得那些證據是不充分 其實我也有看過 你只聽過那些證據 你覺得很像很真的 但這些飛行的物體 到底會不會是 有些國家 他們那些秘密武器 飛來飛去 我們都不知道 有些現象發生 到底是甚麼 是否代表有外太空人 我們都不知道 總之 就算有也好 他們不能夠爛了我們和神的關係 而且他們都是為耶穌而造 所以他們是 如果他們是有智慧 應該是和神有關係的 這裏我回應這個問題 這裏給我們看到 原來普羅所說的 無論是人 困難 迫白 接著就是生死的問題 人最害怕的死亡 或者生命的過程 生就是生命的過程 我們有老 有衰老 有病 人的問題 這些一切 所有生存所帶來的問題 或者是天使掌權的邪靈 都不能夠爛了我們和神的關係 有很多人說 魔鬼有攻擊了 有沒有聽過 我今天有病了 曾經有人跟我說 你去宣教魔鬼攻擊你 曾經有一次 曾經有一個傳導人 他邀請了一個朋友 跟我一起去 我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 那裏就有個牌 大牌 那牌是很矮的 我走的時候就碰到頭 但沒有受傷的 碰到頭的時候 他就說 是的 這個攻擊了 他說我一直都覺得 即是他自己說 我領受是有攻擊的 我就說 我碰到頭是否攻擊呢 又不是有甚麼受傷 那他就 他就有個觀念 即是說 他自己來說 每一次去到他 他一定要得到神 告訴他 去你才好去 否則 魔鬼要攻擊 那我聽到這件事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因為耶穌說 你們要去 小華民作惡門徒 那你去就會有攻擊 那就是說 我們去是可以有破口 我覺得破口有罪 就會帶來攻擊 但如果我純粹去傳福音 或者趕邪靈 另外有些人就說 你叫我趕邪靈 我不去的 除了神叫我去 否則又攻擊 那我就覺得 這個又是 將魔鬼的地位提高 所以這裡特別說到 天使掌權的 任何的受賊之物 他們都不能夠攔阻 我們和神的關係 他們的愛 神的愛 會不會因為這些問題 他在攻擊中 假設這個代表邪靈 我正在做神的工作 然後魔鬼就想在中間 將神的愛和我隔絕 影響我的事物 我從聖經看到 是不能夠爛了 但你又會說 普羅有說 有根刺在我身上 這是撒旦的使者 攻擊他 他就求神三次 將這個刺拿走 但主說 我都因免救你用的 這裏我們就看到 其實神知道 神知道這件事 而這件事 其實攔阻不了 神由得祂在這裏 這個攻擊 我不知道是甚麼 有些人說 他身體上有些問題 影響他 但那件事始終影響不到 神的恩典在這個攻擊之中 夠有用 這個經文就說 神的恩典夠有用 所以神的愛都沒有隔絕 所以這樣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不要害怕 只要我和神關係好 我處理生命 不要被垃圾影響 不要被邪靈影響 不要被任何罪影響 我整個生命 沒有東西能夠將我和神的愛隔絕 這個經文其實可以給予我們很大的信心 就是甚麼事發生都好 不用怕 完全不需要害怕 然後就是講到 這些所有的事都不能夠 叫我們和神的愛隔絕 英文用separate 隔絕和separate有些不一樣 分開隔絕就完全沒有了 分開隔絕就完全沒有了 分開隔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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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說 Distant separates us now 譬如說跟一個人的距離 有些分隔他去了屯門 分隔了 有一個距離 但這不是隔絕 Separate 有時不一定是隔絕的 就是說 少少的隔絕也好 難阻 少少的難阻都不會 神的愛是永遠貼神 無論我們多困難 不過我們又看到一件事 因為我有時看《聖經》是會想的 寶羅沒有說一件事 就是罪 他說沒有說到罪 會能夠叫我們同乘 叫我們隔絕 罪是可以叫我們同乘 我們隔絕的 那到底 罪不是可以難受到神的愛嗎 罪的確是可以的 不過罪有一個解決方法 就是我們悔改 信靠耶穌射罪就可以解決 就是說罪不代表它可以隔絕 只是我們悔改的時候 罪也不能叫我們同乘的愛隔絕 因為它裡面沒有看到 如果他說難道是罪 那你就說 罪是否罪也可以叫我們隔絕呢 其實罪有這個能力 只要我們不容許罪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有神 是沒有的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外在 或者是我們人面對的東西 就沒有說到我們人裡面的問題 我們的罪和我們的不信 不信是可以叫我們同乘的愛隔絕 我們的罪 我們的煩惱 可以叫我們內心的煩惱 可以叫我們同乘的愛隔絕 而這個愛是在主耶穌基督裡面的 就是說這個愛是透過耶穌 這一點很重要的 有什麼重要性呢 就是有些人會這樣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如果耶穌那麼愛我們 我們不會有那麼多問題 為什麼那麼多人死 那麼多天災惑禍 那麼多不好的東西 很多人就會這樣說 如果神愛我們就不會有這些問題 那麼答案就是這個經文 因為神的愛是要透過耶穌基督的 當人肯信靠耶穌走神的路的時候 神的愛就會能夠來到他那裡 他沒有耶穌基督 是不能夠來到他身上的 他得不到神的救恩 因為世人不聽神的話 所以這個世界越來越變差 但是如果人真是跟從神 譬如第一就是阿當如人跟從神 這個世界根本會不會壞路的 那如果以色列人肯真是跟從耶穌 耶穌來的時候接受耶穌 也都會成為 聖經說到他是會 作首不作美 他是列國的手來的 他是會成為好強好強 那時候會不會再有世界每天呢 我不知道 如果真是以色列人很聽神的話 或者現在有很多很多人 真是很相信耶穌會怎樣 不過聖經已經說了 在新的啟示上說到 是將來會有活日的 那就是說如果 人真是一路聽神的話 透過耶穌 耶穌就可以祝福我們和全地 不過呢 因為人類犯罪 所以這個祝福就不能夠落到 所以為什麼這個世界仍然有苦難呢 因為他們沒有信靠耶穌 譬如有些人說 你說我家人祈禱 他又不肯信耶穌 很多人不是這樣說的 你說祈禱他有病 那我第一個問人問 有沒有信耶穌啊 他說沒有啊 那他就說我想去為祈禱 我都希望他會信耶穌 但是呢 一個人不肯信耶穌的時候 多少人為祈禱 他都不會得到神的祝福 但是祈禱可以軟化這個人的心 神 透過我們的祖告去改變 即是去感動這個人 去改變這個人 但是始終這個人 一定要信靠耶穌 他才能夠得福的 那所以呢 一個未信的家人呢 我們可以為祈禱 但他始終他不會得到 神的真神的祝福 這個神的愛一定是透過耶穌基督才行 希望大家體會這一點 就是沒有耶穌是得不到 神的全面的祝福 得不到神永恆的祝福 好 在這個裡面有沒有什麼 其實這個經文很重要 就是應用了 應用在我們日常生活裡面 有什麼影響我們呢 有什麼令到我們覺得 神的愛隔絕 最多最多人 影響的是什麼呢 大聲 困苦 困難 很多人來說 其實是他的內心對於困難的反應 人的擔心憂慮 所以令到他覺得 很害怕 覺得神不愛他 還有有些人因為罪 所以覺得神不愛他 即是人的內心影響他與神的關係 令到他不相信神真的愛他 你是不是每天都相信神在愛你呢 我發覺我們是需要加強的 好像我這樣 我真的經常都很信 不過我發覺我都要加強這個信心 我起床就說 神真的在愛我 神起於我在做的事 感謝耶穌 我一起床就會做這件事 我發覺我不是會自動很深信神在愛我 我會自動什麼呢 我面對人的情況 我怎樣改變他呢 我會自動去想那些事 我發覺我自動不會想到神在愛我 我一定要自己和自己宣告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我信靠耶穌神一定在祝福我 大家有沒有做這個習慣呢 一路在平日說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我一祈禱神就歡喜了 我一悔過神就歡喜了 我聽神的話 神又很歡喜 我將一杯糧水給小煎 神又很歡喜了 大家有沒有這樣加強你的信念呢 這是得力的鑰匙 我希望大家都會這樣做 我發覺我自己也是 自己會有一種不舒服不開心的感覺 自己走出來 我不知道大家 你會不會在日常生活發覺 自己會有些偽悶 不開心的感覺 你不會自動自己都很開心 你不會自動的 我們是需要刻意將這種信念放在心中 我問大家是不是 你們有沒有人自動 天天都很開心 自動的 自動的 哇 真是很黑的 很開心 哇 這些開心的天天都放出來 真的好到 你是不是 有沒有人是這樣的 我是這樣的 你是這樣的 比較浪漫一點 OK 好 OK 非常好 這樣呢 你也要去留意一下 是否裡面也有時候會彈出一些困難呢 其實我又不是負面的 不過我發覺 我不會形容那種做喜樂 即是我不會自動喜樂 即是不會自己 這個經文就說 鐵到實了 而我相信祂的愛 鐵到實了 大家可以相信 神的愛現在正在貼我 但我未必拿到祂的益處 當我相信的時候 我就拿到了 我相信靠耶穌 我相信祂在愛的時候 我就拿到神的益處了 OK 好 我們現在看一看 除了使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這是雙頭之嘴 為甚麼呢 即是一個是神的愛 一個是隔絕 即是我們將它再拆解 是好像敵對那樣有 即是神的愛和隔絕 是誰能夠叫我與基督的愛隔絕 然後就是我將那些困難列出來了 我特別製造了黃色有三個 因為這是很多時候 人最受影響的 就是困難 患難 困苦 即是外面的困難 內心的困苦 痛苦 以及危險 很多人就會覺得 即是 怕著死 病痛的危險 社會的危險 周圍發生的危險 這些是很多人都會關心的事 然後就後面那裡說 我為你會緣故中日被殺人 看和中日被殺是誰先 他們怎麼看我 和中日被殺是誰先 看 看我們 因為他們看我們就好像張宰一樣 好像我們湯一樣 所以他看我們覺得 我們應該被殺 然後呢 於是他們當時受到很大的迫霸 現在來說的迫霸 其實是隱形很多 但其實是一樣存在的 例如我前一陣子看過的影片 美國有很多宗教迫霸 怎麼宗教迫霸 那我就看看裡面有什麼宗教迫霸 他說什麼呢 譬如他們對於同性戀 那些所有的事情 他們是不能夠 這麼容易去宣講 同性戀的人 很久之前已經聽過了 他們會打電話去教堂 你對於同性戀怎麼看 如果牧師說得不對 他們可以找人來控訴 因為在教堂裡說到 同性戀是罪 或者同性戀的人 是敵黨神的 違反神的 是可以被控訴的 教堂可以被關閉的 即是你宣講 就算聖經裡面的真理 跟聖經講到同性戀那方面 你宣講的時候 都可以引致問題 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 在美國發生的很奇怪 裡面 還有那些人 那些小朋友 因為 學校要 他們有性教育 小朋友幼稚園都有 他們會跟他們說 男的同男的女同女都可以 有些父母想他的子女 不去接受這些教育 但是那些父母 是會被捉去坐牢的 即是如果他是堅持的時候 所以其實在全世界都 有不同的迫白 香港的迫白 就是人的冷漠 對神的抗拒 無神論 還有很多 總之不同的地方 都有不同的迫白 而也有些國家 現在的迫白是嚴重很多 有些什麼嚴重的迫白呢 大家都知道 有些異教 他們會殺基督徒 還有 其實不單止一個異教 起碼有兩個 是有習慣 燒教堂這個習慣 有兩個異教 是有這個習慣 還有 譬如無神論 我也看過很多影片 關於神創造天地的證據 宇宙 生物學 各方面看到 其實那些證據 就算無神論的科學家所說的 都可以推翻無神論 但他們一樣會堅持 這些都是一種的 還有他們會堅持去全陽 就是說 這個世界都是進化出來 為神創造的 好 我們繼續看 然後 就靠著我們的主 在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性有餘了 這裡有兩個戰爭向前 靠著愛我們的主 結果就是在這切的事上 已經 你有沒有留意過已經 有什麼重要性 就是 其實它是 其實它是 現在式來的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是現在式 不過它中文就是 它說 現在已經是 現在已經是 不是我們要將來得性 現在已經得性有餘 就是我們信靠耶穌 現在已經得性有餘 你會發現有紅色、藍色、綠色 瑞鈴為何是藍色呢 就是有人攻擊我們 那些人是敵黨的 所有的困難 那些全都是藍色 有基督的愛是紅色 下面呢 第37節 愛愛我們的主 是紅色 靠著為何是綠色呢 是我們做的 我們信靠它 所以 那些人已經得性有餘 那些德性 因爲是神的德性 我們去claim得到神的德性 所以是紅色的 好 下面 為何深信是綠色呢 都是我們做的 我們做的 深信 無論是死、生等 好了 我特別跨著黃色兩個 為何將來的小多人 會影響我們呢 為何 擔憂 對於將來擔憂 對於將來擔憂 其實應該跨著死 即死亡 很多人都會怕死亡 或者掌權 或者別的受造之物 會不會有外太空人 或者其他受造之物影響我們呢 不能叫 為何這個箭墜 為何畫在這裏呢 是不能 所以不能去到那裏 就不能夠叫 我們與基督的愛隔絕 與神的愛隔絕 為何 叫和隔絕是藍色呢 那些不好的影響 他們會叫我們 但他們現在不能夠叫我們 與基督的愛隔絕 即是凡是負面 反面的罪和懲罰 那些就是藍色的 這個愛在主耶穌基督裡面 好了 神的屬性 這裏有什麼神的屬性 大家先說一下 發揮一下 有什麼神的屬性 在這個經文裡面 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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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愛 神的愛 還有這個 我們儘量將它specify 指明一些 這個愛在這裏 經文所說的有什麼特色 行久的愛 行久的愛 不變的愛 不變的愛 可以征服所有的 可以征服一切 我們首先用 你最後用那個字 用它本來的字 是什麼 是不能隔絕 即是它不能夠斷開的 不能夠斷開 即是沒有一件事 能夠將這個愛減輕 與我們隔絕的 是黏實的 就是這種愛 神的特質 就是它的愛是貼在每一個人那裏的 是跟神每一個人的 就是這個特質 神的愛 還有什麼是神的屬性呢 你看看一張紙 裡面有說到什麼 有什麼事 看到神的屬性呢 超越真愛愛 是的 超越所有困難的 即是神的愛 它是超越的 首先是神是超越 神是超越 什麼困難對它來說 為什麼不是困難呢 為什麼困難在神來說不是困難呢 大聲一點 它是得性的 它勝過所有的事 我用一個圖畫 大家看著我 這裏 世上的事 不同的事 我們要面對的困難 工作 經濟 社會 很多的東西 這些全部在神的計劃裡面 神已經有計劃 這個世界會怎樣進行 這些事情全部在神的安排裡面 神可以安排每一件事 怎樣發生 罪不是神安排 但是神會安排足夠的幫助 在罪中幫助我們 這些所有的困難 全部都難阻不到神的工作 因為它全部都在掌握之中 當我們相信這件事 你就什麼都不用怕 譬如說 你炒魷魚 當然我們應該學 做工做得更好 我們學 怎樣整個生命發揮 基督圖其實可以把 我們在聖經學到的智慧形容 如果你能夠體通很多東西 你見功更加容易 為什麼呢 當你說的說話有智慧有聰明 那些人聽到你說話都說 你說話真的很有聰明智慧 他會更加願意請我們做工 基督圖是 當你在神裡面有體通的智慧 以及不受人的影響 裡面有喜樂平安 是可以不受人的影響 不受環境的影響 你見功的時候也會有一種 關心靈的心 有憐憫靈的心 那些人就會更加容易接受我們 基督圖是可以 不單止在同神關係 在日常的生活和人相處 如何勝過所有人與人之間的困難 這些事上所有得性 因為神已經全部在他掌握之中 我們聽話 這些一切整個生命的歷程 就全部和我們鋪排得好 大家可不可以這樣相信呢 就是他這個屬性 他是掌握一切 為何我經常都會深信 神一定有奇越計劃 神一步步開路 因為我知道神掌管 我一直告訴自己 神掌管和神愛我們 神想使用我們 至於我真真聽話 神一定祝福 所以我就是有信心去發揮 神一步一步為我開路 真是越來越多路 我亦有不同的教會接受我幫助 我不是為了錢 而是我能夠祝福更多人 神是開路的 令到我們的生命可以提升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即是看到神是德性的 神是愛我們的 還有看到什麼呢 其實這裡每一個詞裡 你都可以發掘神的屬性 祂是掌權的 祂是掌權的 祂是一切的事 都是祂的手中 心與死 是的 心與死 在祂來說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為何那麼多人 死了可以復活 變成最奇妙的就是 很多人復活之後 他們的身體是復活的 他們本來的疾病 還有一部電影叫做《Break Through》 《Break Through》這部電影是說什麼呢 是說一個人死了好像一小時 我先想一想 因為我看了太多見證 死了冰下面 是的 冰下面 你很記得 這個人跌到冰下面 心臟停了很久 我忘記了多久 你有印象嗎 他是 總之電影公司請 拿了這個版權 拍了一套電影 即是基督徒見證 拍了一套電影出來的 說到他跌到冰下面 在冰之下 想出來 但是那些冰又一邊碎 一邊爬不出來 在冰下面 結果就是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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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醫生就說 他就算救回 也是植物人 但是他是完全正常的 有本書出 還有電影 《Break Through》 大家可以看 這個電影 還有這個人很奇妙 有些神奇的事情發生 令到我們看到神超越生越死 我們就靠著耶穌得性 但當數基督徒是否都有信心呢 當數基督徒是怕得不得了 因為不深信這個教導 所以這幾節經文很簡單 很容易明白 但很多人不相信 我們是得性有緣 還有神的愛貼緊 經常說我不好 我犯罪 神都不愛我 但神其實愛我們愛得不得了 多不好的人 神都愛得不得了 其實有很多人 他有說到他們去天堂的經文 他就說到這樣 他說其實我生命應該是落地獄的 不過他很多時候 在最後那個神去呼靠神 神就給他機會 但是他去了地獄 然後才去天堂 看上來真的很絕望 但是神給他的機會能夠得救 這個也是神的恩典 我們看到神是很想救人 只要我們真心信靠祂 以靠祂 神一定會祝福 這也說到神對於迫伯的看法 神對於迫伯 神知不知道有迫伯 神知道 但是神是容許的 神也是在迫伯中得性的 他們都是被迫伯 但是他們是得性有緣的 OK 我們現在看看下一個圖 就是 有些什麼屬性 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永遠愛我 不會改變 外界不能隔絕神的話 即是神永遠愛我 外界不能隔絕神的話 下面那兩個圖 就將它分類了 神的愛不能避 一起讀一下 人的功迫 死亡 靈界 全難 前路過 空間隔絕 天上高處低處就是空間 然後下面我們一起讀一下 神掌管聖利 三聖母一切 神能叫我們得性有緣 祂是掌管聖利的 所以我們的生命 是可以完全是得性的生命 神可以將這個得性賜給我們 你想想你的人生下面是盡都市得性的 其實是否很難呢 其實是否很難呢 其實不是很難的 只要你堅持 我蹲著耶穌 一不行就求耶穌赦免 神就歡喜了 當你一願意的時候 你一願意做 神立刻就欣賞 神立刻就會開始賞賜 所以我希望大家深信 我幾困難都好 神的愛永不隔絕 這個經文其實真的很好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你 因為你將你的話語賜給我們 你的話語是真的甜蜜的 是有權並的 是有能力的 神是勝過一切 神是愛我們愛到不得了 是因為愛而得性 因為神是得性的 所以我們也能夠分享你的得性 所以我們對於前路不用擔心 對於人不用擔心 對於困難不用擔心 對於困難不用擔心 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放手 祈禱求你釋放我們的創達 我們中間有的煩惱 有的不開心 給我聽說 所以我們還是會透露 你再想看 那些人 說不可以 然後我們如果有任意